現在竟然有人跟我說去提名李柱銘 去做這個諾貝爾和平獎的得獎者 這個我覺得真是個門檻低處未算低 挪威保守黨議員蒂布林耶德 與弗勒利克本月1號 提名香港民主黨創黨主席資深大律師李柱銘 割續諾貝爾和平獎 根據諾貝爾基金規定 現任國家元首、國會議員、政府官員 內閣成員和特定學術領域的大學教授等 均有資格成為和平獎的提名人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認為 和平獎的提名門檻每放月下 批評獎項近年被西方政客利用作政治show 為背景成立的原意 去做一個提名的門檻是非常之低的 低到他的情況是怎樣呢 就是可能他找一些合資格的提名人 包括一些政治人物、國會議員 他已經可以去做提名 很明顯我們見到 整個諾貝爾和平獎 已經被人利用作為一個政治show 我覺得已經完全違背了 他本身的原意 他又形容 挪威這兩名政客 明知李柱銘不會取得獎項 仍故以直提名達到自身的政治目的 居心可測 他應該自己心知肚明 是一定不會取得獎項 獎項也不應該頒給他 但是他依然去做這件事 擺明是想借一些意抽水 反正成本又不高 不如試一下 然後製造一些噪音出來 在這個世界上 甚至乎借一些以後 想來干預我們國家 我們中國的內政 他見到我們的市民被人撕了 那麼多中火的事件發生 那麼多警察被人的黑暴 那些暴徒襲擊的時候 他見到這些事竟然視而不見 還依然站在黑暴那邊 跟和平完全有些甚麼 可以說得上的關係呢 因為如果你說支持黑暴 都可以是等於和平的 這個不是扭曲的價值觀是甚麼